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街上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 我已经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了几个小时 只感觉头晕眼花 脚步虚拂 不知不觉间 我站到了那栋曾经生活了15年的老楼前 许是身体里所有的水分都随汗水流尽了 仰头望着三楼那扇熟悉的窗子 我只感到眼睛里酸酸的 却没有泪 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楼 在302的门前足足站了近十分钟 抬起的手几次想要落下又停住 最终我还是一咬牙 轻轻扣响了房门 好半天 门支一声 开了 长平顶着乱蓬蓬的脑袋探出头 看见我 惊艳地叫道 妈 您怎么来了 我 我想搬回来住 我怯懦着说 还没等长平有所反应 而席丽娜那张敷着面膜的脸突然闪现在我眼前 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是尖利的声音还是反映出她激烈的态度 嫁出去的婆婆泼出去的水 当初是您死活要嫁人的 我们拦都拦不住 这会儿又跑回来干什么 我叫吴秀荣 今年52岁 来自东北长春 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 1993年 惊人介绍 认识了在公路管理局工作的郑延松 四年 我们在当地一家有名的酒店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他们家在市中心给我们买了一套两居室 婚后第二年 我生下了儿子长平 郑延松让我辞职 专心在家带孩子 说我那点工资 连三牙缝都不够 以她的收入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开销 于是我辞了职 开始过起全职太太的生活 等待我的似乎是安稳舒适的未来 然而 一切美好的愿景 随着郑延松深陷炒股 戛然而止 一开始 郑延松炒股 是小来小去 很有节制 1995年短暂的牛市 她收一颇风 这让她非常后悔 当初为什么胆子没能再大一些 郑延松开始变得盲目自信和冒进 陆续把家里所有的积蓄 都投入股市还不算完 又背着我将房子抵押 寄了几十万的高利贷 一股脑丢进股市中 结果股市全线下跌 她被套牢了 情急之下 郑延松竟然私自 挪用了单位一笔七万的公款 来临时周转 不想被发现 等我知道的时候 她已经跑路了 留给我的是一大堆债务 还只有两岁的儿子 那段日子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先是被人强行赶出了房子 然后拖着两岁的儿子 厚着脸皮 在亲朋好友家里到处解宿 受尽嫌弃与白眼 父母虽然心疼我 却也没有太多办法 他们和哥嫂一家五口 挤在只有三十几坪的小房子里 我们偶尔过去住些日子 只能打地铺 每次嫂子的脸色都十分难看 不停地摔打东西 还拿话挤兑我爸妈 他们为了我选择忍气吞声 我看在眼里 心里十分难受 而我打工赚出来的钱 每个月要拿出一半来还债 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情况 追求回本就好 但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拿了一张一万的三分利欠条 连本带利陆续从我这里 拿走了一万八才罢休 直到五年后 我才还清了所有欠款 还没还口气 父亲就突发脑溢血去世 母亲悲痛之余 悄悄给了我一张五万元的存折 这是他们老两口 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 这钱是你爸留给你买房子的 欠几年你欠着债 没地方住 我们也不敢给你 你把临走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我妈抹了把泪 只是委屈了你哥哥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谁叫你现在的日子 过得太难了呢 这人呀 到什么时候 都得有个自己的窝呀 我流着泪接了过来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我连累到了爸妈的晚年 让他们如此操心受累 真是罪过 2003年 我用这五万元 付了首付 在南关买了一套 已是半的小房子 与长平终于结束了 颠沛流离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小家 之后我拼命赚钱 一边养儿子 一边还房贷 2017年 也就是长平大学 毕业的那年 我终于将房贷 全部还清 本以为可以松口气 过上安稳日子了 哪知 我的苦难 并没有结束 这期间 郑严松一直没有消息 最初几年 我被寨主 逼得走投无路时 会跑去公婆那里 追问她的下落 但他们一口咬定 郑严松 从未和家里联系过 我虽然不信 却也无可奈何 就在我快要将 这个男人忘记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 二十几年未见 他的样子 让我几乎认不出 满头白发一脸沧桑 五十几岁的人 看起来却像六七十岁的老头 想来这些年 也吃了很多苦 郑严松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求我原谅他 看着这个 我曾经恨不得 亲手宰了他的男人 本以为自己 会发疯似的 扑上去打他 骂他 却轻易地发现 时间抹平了一切 爱与恨 竟然都不在了 他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 面对他 我已经平静地 不起一丝波澜 我告诉郑严松 我原谅他了 郑严松听了两眼放光 拉着我的手 迫切地说 想要一家人重新开始 我欺然一笑 平静地问他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惹下一摊乱摊子 然后丢下老婆孩子 一个人跑了 你怎么会有脸 想要重新开始 他羞涉地伸回手 垂下头 像条丧家犬 我告诉他 我可以不恨他 但他现在 唯一能为我做的 就是还我自由 郑严松眼神复杂 极愧疚又不甘 凝视了我好久 发现我态度坚决 终于无奈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我在五十岁这一年 在法律上 恢复了单身 一次糟糕的婚姻 让我对婚姻 产生了恐惧 我决定后半辈子 守着儿子骨 很快 长平的婚事 提上了日程 丽娜是长平的 大学同学 她父亲早逝 母亲和哥哥 住在一起 丽娜不娇气 又很能干 对长平也很体贴 我对这个儿媳妇 还是挺满意的 只是没想到 在谈结婚假时 丽娜的母亲 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就是买房 这套房子太小了 如果只有 他们小两口住 还勉强够用 要是和你住在一起 以后再有孩子 根本住不开 亲家见面时 丽娜的母亲 一点也没客气 直接把话挑明了 我明白 她是为了女儿考虑 可我现在刚还完房贷 一点积蓄也没有 而郑严松 这个当爹的 如今自顾不暇 根本指望不上 我委婉 提出家里的难处 但丽娜的母亲 咬得狠死 坚决不肯松口 我不希望女儿 嫁过来受苦 丽娜母亲的态度 让我对这门婚事 有点抵触 可是长平 很喜欢丽娜 经过几个难眠的彻夜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自己嫁出去 这样我们的小房子 暂时可以满足 他们小两口的居住 长平刚毕业 等工作几年 可以考虑换个大点的房子 将来有孩子 也没问题了 我不希望长平心里 有所亏欠 没有告诉她真实原因 于是就在小情侣 琢磨着该如何 说服丈母娘 顺利结婚时 我却石破天惊地 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我的结婚对象 叫孙国福 国企退休职工 有一个女儿定居在上海 孙国福当时63岁了 老伴在五年前去世了 一个人住在一套 三居室的大房子里 退休金有五千多 生活富足 唯一不足的就是寂寞 孤独 我们在一次社区组织的 联谊活动中相识 当时 我一直忙里忙外 她在一旁看着 不知怎么就动了心 偷偷跟我说 想让我搬过去 和她一起做个伴 我吃了一惊 我是一个传统观念 比较重的人 无法接受这种心思潮 很干脆地拒绝了她 可孙国福是个 很执着的人 一直不死心 始终缠着我 今天买点水果过来看看 明天又邀我 去跳广场舞 加之儿子一直希望 我和她爸复婚 反对我和孙国福来往 每次见到他 都不给好脸色 所以我对孙国福 一直都是回避的态度 如今 儿子的婚事摆在眼前 唯一能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家人 而目前最佳的选择 就是孙国福 虽然我对他 没有什么感情 但正如他所说 老年人在一起 不就是做个伴吗 有人说说话 唠唠嗑 互相照顾个冷暖 我的突然允诺 让孙国福喜出望外 不过 当我提出 不能无名无分地在一起 必须办正式结婚手续时 他的神情 一下子暗淡下来 纠结了好半天 他有些为难地说 秀容 毕竟我还有一个女儿 我们登记可以 但得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 以免日后给儿女找麻烦 你看怎么样 我本来也不图他的家产 只想自己找个弃身之所 能让儿子顺利结婚 所以想也没想 就点头答应了 孙国福立刻眉开眼笑了起来 拉着我的手 嘴像抹了蜜一样 说什么结婚后 要把我当公主来宠 一定不让我再受苦了 我哭笑不得 都多老了还公主 不过心里 还是多少有些感动 我再婚的决定 已经宣布 就像抛出煤炸弹 长平的反应极为激烈 这些年 我觉得孩子可怜 不想他心里蒙上阴影 从来只是跟他说 家里投资失败 欠了不少债 他爹出去打工赚钱还债了 所以在长平心目中 父亲是个有担当的角色 此次郑严松回来 长平便一直希望 我们重归于好 一家人能够团圆 我的再婚 让长平有种背叛的感觉 一个劲地追问我 爸爸哪里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 他付出那么多 现在他一无所有 你就看不上他了 你别看那姓孙的有钱 半二婚的男人 不可能真心对你的 何况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我不好多说什么 只说这是我自己感情的事 他不懂 长平很失望 对着我冷着脸不再搭理 丽娜对我也很有成见 感觉我这个婆婆 有点水行洋花 对我的态度 也变得冷淡了起来 就这样2018年 我和儿子在同一年结了婚 长平因为这事 一直与我赌气 结婚的各项准备 也不让我参与 他结婚那天 孙国福想要以继父的身份出席 被长平不客气地拒绝了 婚礼当天 我与新婚夫妇合影时 不明真相的摄影师 一个劲地催促 南方父亲呢 全家一起合个影 站在摄影师身边的郑严松 尴尬地看了看我 没有动 这时 长平一个剑步走过去 抓住他的手 把他拽到镜头前 亲热地叫了声 爸 郑严松看了看我 我看了看长平 空气微微有些凝滞 然后大家一起照了张 别扭的全家福 这件事让孙国福很不满 明确表示 不欢迎长平上门 而长平也从未想过 要登我们的门 逢年过节 他只是打个电话问声好 偶尔会给我买些吃的用的 都是提前打电话 让我去楼下去 我与长平的关系 变得渐渐生疏了起来 结婚前 孙国福让我把工作辞了 安心和他在一起 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说他的退休金 足够我们两个人用 我相信了 可是我的二婚生活 过得并不幸福 从搬进孙家那天起 我就承担了所有家务 洗衣 做饭 打扫 而婚前与婚后的孙国福 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之前 信誓旦旦 要将我宠承公主的诺言 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不仅什么活都不干 毛病可不少 衣服洗了没有干 饭做得咸了淡了 不合口味 都要嘟囔好半天 别看退休金挺够 但孙国福却抠门又小气 结婚后 他每个月只给我一千元生活费 其他的一概不管 我买菜做饭 又交水电煤气费 这点钱勉强够用 他还总嫌吃得不好 我给你那么多钱 怎么就给我吃这个 反观孙国福的生活 每天雷打不动吃过早饭 就去附近的小公园溜弯 和一群老头打麻将 下棋 砍大山 有时高兴的时候 还唱两嗓子 中午到了饭点 再溜达回来 吃过午饭 睡个觉 下午看看报纸 电视 喝喝茶 养养花 生活的那叫一个滋润 我感觉自己不是嫁了个老公 而是成了一个全职免费保姆 但是 现在的我没什么退路 只能忍气吞声地过这种憋屈日子 2020年7月 孙国福女儿一家四口回来度假 我照顾老的 自后小的 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他女儿却对我毫无尊重 说起话来 就像使唤用人 我实在忍不住 对孙国福抱怨了几句 他叫我忍耐几天 说他们再有十几天就走了 我想想也是 一年到头也就这么几天 能将就将就了 可是事情并不是我人人那么简单 那天一早我出门买菜 走到楼下才想起来 忘记带钱了 就折返回来 不想在主问门口 听到了孙国福女儿和女婿的一段对话 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现在雇一个保姆多少钱 而且还不能真心实意地对爸好 现在这个 可比请保姆便宜多了 等到八百年之后 这房子是我的名 到时把他一撵 他什么也捞不到 还是老婆你聪明 要不老爷子一个人撇在这边 有什么事还得折腾咱们 这样啊 省心省力还省钱 大夏天 原本出了一身汗的我 却突然感觉浑身发凉 只凉到心窝里去了 这时孙国福从卫生间出来 看见我愣愣地站着 经不住大嗓门吆喝道 傻站着干嘛呢 不是买菜去吗 再晚了早时都收了 中午一大家子吃啥 我转过头 冷冷地盯着孙国福 把他看得浑身不自在 声音也降低了许多 嘟闹了一句 你这是咋了 中邪了 你也知道的吧 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把我当保姆使唤 说啥呢 这是抄哪一处 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他的语气明显透着心虚 这时孙国福的女儿 也打开门走出来 看到这一幕 知道刚才说的话 被我听到了 门脸对着假笑对爸说 无疑这一年到头也挺辛苦的 你也不知道心疼心疼老来伴 得 今天我来做饭 无疑您就歇着 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 转身出了门 我一个人在街上转了一整天 没吃东西 也不觉得饿 也没带钱 就是感觉很难过 不知不觉就赚回了家 我知道 孙国福一家人 之所以敢那么欺负我 就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家 他们认定了我不得不寄人篱下 委屈求全 现在 我突然强烈地想回家了 可是长平能同意吗 妈 过日子就是这样 不是您常说的 勺子哪有不碰锅盐的 要学会互相迁就 忍让这点就好了 婚姻不就是磕磕绊绊的吗 在丽娜尖刻地说完那番话后 长平非但没有劝阻 反而教育起我来 我寒泪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儿子 只感觉心如刀脚 转身酿呛着离开了家 我回到了街头 望着满街的行人 心里一阵凄凉 年过半百 这么大的世界 竟然没有我的栖身之地 那晚我在火车站坐了一夜 有个大孩子的女人 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 什么也没说 我谢过她 接起来狼吞虎咽地吃了 边吃边感觉有泪 或者面包流进肚子里 什么时候 我竟然沦落到要人施舍的地步了 一夜未眠后 一大早 我回到了孙国福家 所有人都在 他们的神情 似乎早就算准了 我一定会回来 冷漠中透着几许得意 我没有理会他们 静止走进屋里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孙国福察觉到了不对 追过来 用责备的一口气说道 秀荣 你这是干什么 耍什么小孩子脾气 我懒得和她废话 拎着简单的行李往外走 她有些急了 一把拉住我 我知道 以前对你有些苛刻 我会改的 以后每个月 我再多给你五百块钱家用 好不好 我一把推开她的手 冷冷地说 那钱 你还是留着顾保姆吧 离开孙家 我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昨晚我盘算好了 我手里还有点钱 够维持一段时间 当务至极 是要去找份工作 人还是花自己赚来的钱 心里踏实 只是我这个年纪 想找工作并不容易 去了几家劳务市场 都没有结果 最后 我在父儿中心的帮助下 接受了基本培训 并获得了一份住家 伺候卧床老人的工作 既能赚到钱 又解决了住的问题 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中间 长平有两次打电话 要送东西 我都已不在家 为由拒绝了 2020年10月底 生活稳定下来后 我找孙国福 办了离婚手续 记出他不同意 百般苦求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好可怜呀 秀荣 你不要撇下我吗 我被他气笑了 你觉得可怜 是因为没有人 伺候的舒服日子 结束了吧 最终 他十分不情愿地 与我办了手续 我再度恢复了自由身 再一想想 长平的做法 我真的是伤心 一气之下 我换了电话 想趁着现在身体还行 就赚些钱 等将来老了 动不了了 就找个没人的地方 静静地死了算了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 我与雇主一家 相处得很好 回头想想 我也是糊涂 早应该想到这个办法 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啊 毕竟靠谁 都不如靠着自己 2021年 一月中旬 雇主女儿从街上回来 对着我说 无疑 我在街边布告栏 看到个寻人启事 感觉那照片 怎么像是你呢 我心中一动 按着他说的 跑出去一看 竟是长平贴的 上面写着寻母 然后用粗黑体印着 原谅我 妈妈回家吧 犹豫了好久 我还是拨通 长平的电话 听见是我 他异常激动 哽咽着一个劲儿地说 妈 我错 我告诉他 我现在挺好的 有住的地方 和雇主关系融洽 像亲人一样 不想再打扰他的生活 是我不好 我太自私了 长平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心 不禁微微揪了起来 这些年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 我还 在电话里 长平哭着告诉我 当时我执意要和孙国富结婚时 他很生气 便赌气不认这个继父 对我也很冷淡 还过劲来后 他逐渐意识到 我家人的目的 很有可能是为了腾房 给他结婚 心里顿时不好受 但再一想到 我从未在他面前 说过那边不好 私心里觉得 这样是最好的安排 便放下了这颗心 所以在我找上门 想要搬回来时 他反而劝慰我 十月底 长平受公司外派 出了两个半月的长差 回来后 他竟然发现 我的手机成了空号 他赶紧去孙国富家里找 却被告知 已和我离婚 他又去找了张延松 说开后 郑延松向他坦诚 自己当年为了躲债 抛弃弃子 我才拒绝复婚的事 长平既难过又愧疚 悔悟到自己 是有多么的自私 也意识到 我应该是被伤透心了 才会躲着他 找不到我 俩人只好发动 亲朋好友 到处贴寻人启事 他寻思着再过两天 如果还是找不到 就报警 我告诉长平 只要他能够生活幸福 我便满足了 长平听了 顿时嚎啕大哭 晚上他带着丽娜 找了过来 一起向我父亲请罪 丽娜红着眼圈 恳求我回去 说他不知道 为了成全他们的婚事 我做出那样的牺牲 很后悔 当初说了那么绝情的话 我拍了拍他的手 平静地告诉他 他们的心意我领了 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我与雇主一家 相处得很有感情 不能就这么丢下 他们不管 现在我还能劳动 就让我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等你们攒够了钱 换了大房子 我再搬回去 到时候 我给你们带孩子 妈 长平忍了好久的泪 终于流了下来 一头跪在我面前 把头埋进我的膝盖里 我抚摸着他的头发 感觉像是抚摸着小时候的长平 那一刻 所有的悲伤痛苦 全都远去了 时来的幸福 向我张开怀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